好 很高興又看到大家 這個是這學期最後一次上課了 就是下禮拜就是 直接就是大家最後專題的報告的一個部分這樣 那今天就是大家應該是有注意到說 上課時間有做了一些調整 其實主要原因是有兩個方面這樣 一個方面是其實我們的這個課程的進度 我看起來應該已經夠了 所以就可以在今天正常時間內就可以講完 今天要講的這個單元這樣 另外一方面是因為看起來今天還是非常冷 讓大家這麼早起來感覺有點殘忍這樣 所以就還是調回來原來的這個時間這樣 所以等一下你可能應該是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講義雖然看起來有40多頁 40頁出頭 但實際上裡面要講的東西比較像是補充一些 跟前面有講過的一個內容 再多加一些大家應該會用得到的知識這樣 其實這個單元要講的就是檔案處理的一個部分這樣 所以待會應該我們應該是不太會需要用到三個小時才會講完這樣 所以等一下這個講完之後我會再跟大家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關於專題的一些規定跟一些要求的一個部分 看大家還有沒有什麼想要詢問的 剛剛在下來之前有看到在Facebook上 我們那個社團裡面還有同學有在問的一個問題 所以待會我就直接回答給大家聽 大家如果對於專題的部分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就可以再直接詢問這樣子 因為下禮拜我們就直接進行專題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那專題的部分講完之後 可能會就是看情況應該 預計就會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現在大家大部分都是大一上學期這樣 可能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你修完這門課之後 接下來你可能還可以再修什麼樣子的課 我覺得也是蠻重要的 看你的興趣是在哪邊 所以我會拿電機系的一個課程的地圖出來給大家 稍微說明一下 讓你知道大概未來的一些方向 你就聽聽就好 那也不會花太多的時間這樣 主要還是要大家先修課邊修邊想一想 你自己未來的興趣在哪裡這樣 好所以今天大概就是這三個部分 課程專題跟最後那個 就是算未來的一些方向的一個部分這樣 就讓這門課做一個 算還OK的一個總結這樣 好所以這個單元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就是一個檔案處理的一個部分 但這邊這個檔案分成兩種 一個叫做文字的檔案 另外一種叫做二進位的一個檔案 截至目前為止大家所用的全部都是那個文字的檔案的部分 也就是說你不管是要讀檔還是寫檔 你寫進去的全部都是字圓 或者就是一堆字圓組成的字串 但大家學正在學或已經學過數位系統 也知道說不管是字圓還是字串還是任何的數字 只要它是要存在電腦裡面的 它都不可能是一個 除了二進位以外的一個表示方式 它就是0101的表示方式 那那個就是所謂的Binary File 那這個單元其實主要是要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說 你如果檔案在處理的時候 你不需要人去解讀 你不用打開來出來看的話 其實如果你可以對它做一些二進位的檔案處理 那個執行的程式時間是會快非常多的 所以這邊這個單元才需要跟大家補充一下 什麼叫做Binary的一個File 然後它要怎麼用 所以它的關鍵點就是說 如果那個檔案你只是在程式內部要做處理 你並沒有要 要去自己要打開出來檢查 你沒有人不需要看的話 那其實你用Binary File來處理就好 你不需要把它像之前的方式 先存字圓進去 或者你的檔案裡面是字圓 你讀出來還要用一個字串的處理 把它轉成Integer 轉成Double 只要做那些轉換 它都需要額外的時間 之所以需要那些轉換 就是因為人需要看那個檔案內容 才會造成這個結果 所以如果你自己評估 你譬如說專題的檔案內容 你其實不需要打開出來自己解讀的話 那其實你就是用這張 交到了Binary File的處理方式就好了 這樣會讓你的程式跑得更快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這個單元的一個主要的一個重點 讓大家知道一下就是 一開始會先複習一下關於文字檔案的一些處理的一個方式 有一些東西我想要補充給大家知道的 可能你專題沒有用到 但是你未來應該是會再用得到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今天要講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今天我們就會提到就是說 不管是自圓還是自串 只要是你存在檔案內容裡面的東西 我們都叫做串流 就是那個Stream那個字這樣 所以待會會解釋什麼叫串流給大家聽這樣 基本上就是一連串 資料所表示集合起來的一個東西這樣子 那檔案處理的方式這些是算是複習的 讓大家再知道一下 等一下會做一些比較 就是說它跟一般的資料處理 甚至它跟後面的二進位的檔案處理 有什麼不同這樣 所以大概就是這一些東西 然後在補充說 我說要補充說明的是 主要是在這一邊 還有後面的開檔的一個部分 就是一些 這叫如果硬要翻中文的話 就是什麼陶逸 陶逸就是跑掉 脫逃或是陶逸的字串 那基本上就是在printf後面 用一個斜線加上一個特殊的英文字母 譬如說斜線n或是斜線t等等的 再讓大家清楚一下 有哪一些東西可以用 它的功能是什麼 為什麼你會需要用到那些東西 然後 這一邊就是要跟大家補充一下 就是關於開檔那邊 會需要有一些額外的參數 你可能會用得到的 這個你可以待會聽聽看這樣 最後部分就是二進位的檔案的部分 主要就要讓大家了解 這個跟我們現在學到的文字檔案的處理 有什麼不一樣的一個地方這樣 所以如同我一開始跟大家所說 會需要用到這個就是 你希望能夠加速你的程式運算速度 前提條件必須是 你沒有需要打開這個二進位檔案出來看 因為如果你即時把它打開 你也會看不懂它是什麼 譬如說你可能現在有一些遊戲 可能是遊戲的程式 應該是蠻好的範例 有些檔案你直接點兩下是不能開的 你要用那個文字編輯器打開來 但是打開來之後你還是看不懂它寫什麼 因為它是一堆亂碼 實際上那個就是二進位的一些表示方式 它不是要給人看的 那個是機器自己要去做一些判別的 如果你好奇為什麼機器可以看那一堆亂碼 就可以知道它要做什麼的話 那你可能就需要修一些跟CPU相關的課 它CPU它看到那些0101 它自然有它自己定義好的方式 譬如說01010就代表譬如說要做加法 10101就要做乘法 舉例來說像這個樣子 它有它自己解讀的一個方式 所以今天這個章節 我應該節奏上會抓的比較快一點 因為它比較像是補充的 所以大家應該聽起來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所以今天應該會留比較多的時間 大家可以回去準備下禮拜的期末考 各課的期末考這樣子 不太需要佔用到 不需要用到三個小時的時間這樣 好所以一開始的部分 就稍微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剛剛開頭的部分 我跟大家講過的東西這樣 什麼叫做就是text file 什麼叫binary的file這樣子 text file就是文字檔案 裡面就一堆字元 是因為有這些字元 所以我們才看得懂 字元有英文字母 有1234甚至中文字這樣子 這就是text file 就是一堆字元所儲存起來的一個 內容的檔案 一般會存在secondary的storage 也就是像是硬碟 或者是你的隨身碟等等的 它不會存在電腦的 主記憶體或快取記憶體等等的 不會 那這些字元的 應該說文字的檔案裡面 它有時候會用來當input 有時候會用當output的檔案使用 像在大家專題裡面 你應該基本上一定會把一個文字檔案 拿來當input 你要把你一開始要輸入的東西 寫在一個檔案裡 用你的程式去讀 所以對它來說 它就是一個input這樣 那這個我們就叫做input stream stream就串流這樣 串就是那個串燒的串 流水的流這樣 如果一般你看到的中文翻譯是這樣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串 你可以說就是一個字元 所組出來的一個集合這樣子 它代表的可能就是文字上的input 或者是output 文字我這邊代表不一定就是 只是譬如說有英文字母 還有數字那一些 也是包含在這個範圍裡面的這樣 好 所以譬如說像是這個樣子 就一般你可能在 就是這個是更新檔案後的內容 我昨天晚上有再發一個公告 所以如果你下載到的是舊的話 你可能就需要再抄起來 新的你就會有這一頁這樣子 這個是一般如果你在螢幕上 如果你輸入東西的時候 你大概是會這麼輸入的 譬如說你要寫一段內容 進去你的檔案裡面 你可能會寫說 This is a text file 金燙號 然後你就會按Enter Enter就是這個new line 那在你的螢幕上看起來 它就會變成再跳去下一行 然後就是It has to nice 然後就句點new line 然後你就把檔案關掉了 所以就多了一個EOF的結束支援 這個是我們在螢幕上看到的一個方式 可是實際上它存在電腦裡面 並不是這麼存的 它不會有一個跨行的這個概念這樣 這個是要用來解釋什麼叫做Stream這樣 剛剛提到這個不會有跨行概念 其實主要的意思就是說 它存起來的時候 它是把它變成一整串的 所以這個我們一整串 我們就叫做是一個串流 所以在文字上 你按下Enter的時候 要看到這個new line 那個文字編輯器看到 或是你的電腦CPU 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自動幫你把下面就是這一行 把它移到下一行去 可是存在電腦裡面 它並沒有 它並不需要顯示出來給我們看 所以它其實是一段一連續的文字 比如說就是這樣 It is a text file new line之後 其實它後面馬上接的就是這個It這樣 它並不會換好 它沒有換好這觀念 這整個東西在CPU的記憶體裡面 它就是連續一直存一直存的 那就是看你的CPU寬度有多寬 比如說現在我們可能有32bit 可能有64bit的記憶體這樣 所以我可能就是 比如說這邊已經滿到64bit了 那剩下的東西就會換到下一個欄位 繼續填那64bit 一直填一直填 看你的記憶體有多大這樣子 但基本上來說它是連續的 它並不會像我們在文字 就螢幕上面看起來會有換行這個動作這樣 所以這個是所謂這邊Stream的一個意思這樣 比較詳細的內容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你的課本 你的課本中也會有比較多的文字描述 這個也是課本中的範例 所以就標出來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所謂Stream的意思 你輸入了任何東西 不管你有沒有單純的文字 或者是你有一些這個就 換行的這個命令 在電腦來看它都是一連串的一個東西 那你的CPU呢它就會去 譬如說硬碟裡面把這串東西 先拿來記憶體裡面放 然後就開始一串一串的做解讀這樣子 大家想像一下這些其實都是二進 都要變成二進位的表示方式 它先變成ASCII code 每一個英文字母一個數字 就變成ASCII code 譬如說這個T假設可能是70好了這樣子 它這一串 70就是把它變成0101的 如果你的電腦是32bit 它可能就把它變成 這字元 字元就一個8 一個byte 8個bit 就用8個bit來代表這個70這個數字 假設70是它的ASCII code的話 每一個就是一個二進位的表示方式 一個就是一個byte 然後這樣一連串過去 所以你大概可以想像一下 大概list list就已經是32bit了 它就是記憶體的一個欄位 接下來的空白 IS這些都會變成下一個欄位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概可能 上次前幾天問到 遇到係主問它問我說 現在你們的計算機概論在學什麼 然後我就瞬間尷尬了一下 沉默了幾秒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也是在學習程式 那我之前聽你們說是教電腦的基本組成 然後電腦的發展歷史 之類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這個還需要教 然後我就說 就先當個基礎這樣子 所以 對啊 就是剛剛 計算機概論應該是會 講到電腦的基本組成有哪一些嗎 數位系統應該也是有稍微教到這樣子 你說昨天開始在教西程式 那不是期末了嗎 所以是補充說明一下這樣子 也是很好 就綜合學一下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就叫做Stream 這樣子 所以他在電腦裡面儲存的方式 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這一頁的內容 你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這個你在一般的PC裡面 大概不會用到這個東西 但觀念我可以先講給大家聽 但如果你到了大三大四 你開始要學習 做一些比較大型的程式設計的時候 你可能就不會拿來 跑在你的個人電腦上 你可能會把你的程式用來 跑在工作站上面 伺服器上面 那那個時候 你就會用到一個作業系統 叫Unix 或者叫Linux 這個東西 如果你用到那兩個系統的話 這個對你來說 就會蠻有幫助的 但個人電腦 我印象中是不太可能 會用到這個東西 這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其實 西醫程式裡面 有保留一些特殊的指標 他是為了檔案處理用的 譬如說這個有個指標 他就是一個保留字 叫STDIN 他就是一個系統的file pointer 所以他是系統保留起來的 他為的是 他會你keyboard上面 你的鍵盤上面 輸入了任何東西 他都會輸入到這個 串流的陣列裡面去這樣子 不是陣列 串流的這個指標裡面去這樣 所以 你之後在Ninux那邊 寫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把這個東西 給叫出來 做一些處理之類的這樣子 這是Input的一個部分 Output的部分也有 但是他有分成兩種這樣 一種叫 這個STD其實叫做 就是標準 Standard這樣 Standard Input Standard Output 還有一個Standard Error這樣 這什麼意思呢 他其實這兩個都是一個 Output的檔案處理的 一個串流 STD Output就是你的程式 如果正確執行的時候 譬如說你在你的程式裡面 自己就會印一些printf 如果那個是正確執行的 他就會透過STD Out跑出來 不管是你要寫到檔案去 還是要把它秀在螢幕上 但如果你程式執行有錯的時候 會出現一些錯誤訊息 那個錯誤訊息 就會透過這一個 存起來或者是印出來這樣 STD Error這樣 所以通常在寫就是工作站上的程式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分別看說 一個程式我可能 我剛剛之所以說 後面你才會用到工作站 是因為後面你寫到的程式 大概一個都要跑兩天三天以上 這個還算OK的這樣子 就是說你如果以後去公司寫大型的程式 即使跑一個禮拜可能都是很正常的 但你要確定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的程式至少要跑兩天 你要讓它運作在什麼平台上才不會當掉 就是你有信心你的個人電腦 或是你的筆電 跑一個程式就跑兩天 然後它一定可以跑得完嗎 但工作站可以保證這件事情這樣子 你的個人電腦不太確定嗎 因為你跑一跑不知道什麼特殊的情況 等一下給你來個那個藍色螢幕 還是 對更新 你跑一跑突然他跟你說要更新 你就是氣死 因為你那個兩天 其實你大三修前院長的課 你就可以體會這件事 因為那時候你修他的課需要跑一個軟體 那個軟體一次就要半天 半天玩不一定會對喔 半天玩有可能會錯 所以你每試一次就要半天這樣 萬一你在試那半天的過程當中 你已經好不容易快要對了 可是你的電腦在更新 那你就會知道什麼叫做人生當中很想罵 那一個字的時機這樣子 所以 之後如果你要跑大型的程式 一般都會把它放到那個工作站上面 用Linus或者是Unix那樣子的作業系統 跑這樣子 那時候如果有錯誤訊 如果跑完譬如說三天跑完了 一開始我們可能不會先去看output結果 我們可能會先看這個存在裡面的東西 有沒有內容 如果有內容就代表你的程式是錯的 所以只要這個東西有東西 這個STDE有東西你就知道你的程式是錯的 你就不用看這個 因為這個只要只要錯 你的程式一定有問題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稍微讓大家知道一下 因為這個算蠻詳細的部分 一般在PC上面跑 你應該是不會需要用到這個東西 讓大家看一下 但以後你學工作站的操作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再看到這三個東西這樣子 補充給大家說明一下這樣 剩下的東西就比較輕鬆一點 這可能大家之前就有學過了 就是Print F 不管是印在螢幕上的 還是印在檔案上的 你都可以加一個斜線 一個特殊字母來代表特殊的意思 大家之前學過的加N就是換行 T就是按一個TAP的意思 所以這兩個大家在期末專題裡面 可以適當的使用 讓你的output結果有一些格式化這樣 後面這三個東西 大家倒是可以參考一下這樣 就說這個斜線F 是讓你的螢幕換頁這樣 也就是說你的螢幕已經印很多東西了 你覺得那螢幕實在是非常亂 你想要讓它印的時候 直接換一個新的頁面 就是整個回到那個螢幕的最上面的話 你就用這個斜線F 你回去可以試試看 那它就會馬上把你目前有的東西 就整個換掉 換成你那個印的文字 就會在螢幕的最上面 然後下面都是空的 空的這樣 換一個新的頁面這樣 你也可以讓它就是 就是回到你的檔 就是印的東西的最開頭 就是斜線R這樣 譬如說你有十個文字 這樣指標 那個游標這樣印到這裡 你不知道為什麼還需要 譬如說你想要把什麼文字加底線 那你就需要把這個游標再退回來 這個文字的最前面 這件事情就要透過這個斜線R來做這樣子 你也可以往後退 就印印之後 Backspace就是螢幕上 鍵盤上那個 往回退的那個箭頭 所以這個效果應該就會刪掉一些東西 所以這邊大家 後面這三個 倒是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覺得蠻實用的是中間這一個 就是你印了一堆東西之後 你想要清除你目前已經印的東西 再重新讓它畫面乾淨一點 那你可以用這一個 這兩個倒是等一下應該有個例子給大家看 就這個斜線R的 但用不用得到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就下面這一個東西這樣 下面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它是要印一個final report 可是你看到它是怎麼印的 它現在先放一個斜線F 代表這一行要印在整個重新 新的畫面的最上面 然後它又印了兩個tap 也就是空個好幾格 然後就寫個final report 然後接下來呢 它又很神奇的又加了一個斜線R 它要幹嘛咧 它就把那個游標移回來最前面 因為它要加這個底線 它要加這個底線這樣子 它要把這個final report下面再加底線 所以它又把這個游標 又用這個斜線R呢 回到目前檔案的第一欄 就最前面那邊這樣子 然後它就在這邊把它加上底線這樣 所以你這邊可以參考一下 我個人覺得我應該是有用過是中間這一個 下面這兩個倒是很不常用這樣 但你知道一下這些東西 實際上你也可以之後想多學一點 就Google一下 看一下說printf有哪些命令 它其實是蠻多的這樣 你可以自己看一看說哪一個是比較常用的 根據你的需求 到目前為止前面三個我覺得都還蠻常用的 後面兩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樣子 好 剛看到的是那個斜線N的一個部分 接下來看到的是person的一個部分 它叫做placeholder這樣子 它可以讓你印特殊的格式 也可以控制要叫你的文字要向左來向右對起 所以大家最後那個專題秀出來的東西 希望大家可以善用這些printf的命令 把它整理的很整齊這樣子 不要出來很亂你自己都看不到 看不懂要怎麼解釋這樣子 好 所以譬如說這邊personc是印字元persons 這些我可能就不用太特別再說了 如果你的學術系統可能有看過 數字上可以顯示為十進位 八進位 十六進位等等的 所以譬如說你就可以這樣子印 printf這43看到都是十進位的數字 如果你想要把它變成 譬如說你的專題有要做什麼 數字基底的轉換 那你可以譬如說 43把它印成personO8進位的方式 它就會變成53了 就是8乘5加3 43這樣 或者是你也可以印成16進位的2b等等的 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比較特殊應該是這個科學記號表示法這樣 就說81.97 你可以用person小1或person大1 他們的差別就是印出來的科學符號 是小1還是大1而已 但這些代表意思都是8.197乘上1就是10 10的一次方這樣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超大的數字 你可以用科學記號表示法把它表示出來這樣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 如果你要你的這個最後的專題有要印person這個字出來的話 那你要用personperson這樣 比如說你有要秀說 現在的譬如說血量剩百分之幾 那你就要那個百分比要用兩個person 它才會印出來是那個person的文字 如果你要印斜線 那你就要用兩個斜線這樣 就是斜線斜線它就會印斜線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樣 也可以在網路上課本上找到一些資料 下面這一頁要講的東西就是靠左對齊靠右對齊的部分這樣子 就是說一般如果你沒有加負號你是這樣子的話就是靠右對齊 這邊算是負席而已啊 所以我講可以講稍微快一點 這樣子寫就是你留了五格要來放一個實境位的數字100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紫色的有五格 兩個空格跟100 因為它這邊沒有負號是正號 所以它是靠右對齊的 先從最右邊這邊開始填100 後面多了兩格這樣 如果你是像下面這裡有一個負的 它留了16格來印這個字串 但是有個負號所以它是靠左對齊的 負號是靠左對齊 所以它就會先填這個16格裡面的最左邊 填完之後剩下的東西是空白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 這個我就不要不需要一一講了 這邊就是讓大家看一下 你要把你的最後的格式秀出來的時候 你只要留幾格 16格5格 然後是要靠左對齊還是靠右對齊 小數點要取幾位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下面這個回去你可以研究一下 這個科學記號表示法也是 它這邊留了12格 然後小數點只留3位給它 所以這邊總共12格 這邊1234 這個1也算一格 加也是一格這樣子 小數點3位所以就是815而已這樣子 看一下就好 好 再過來就是檔案處理的部分 這個是還要再補充給大家說一個 我不太確定大家最後再做處理檔案的時候 你有沒有需要一種情況是 如果你有你這邊聽了應該就會蠻有感覺的 就是你把一個檔案開好之後寫了一些東西進去 然後你的程式就跑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他做完一些事情之後 又需要回來寫這個檔案 回來寫這個檔案的時候 你可能會發現如果你又用Fopen的話 那個原本的檔案內容會不見 你會寫新的東西進去 但搞不好你的應用是 你不希望原本的東西被蓋掉的 譬如說你就是想要 譬如說 譬如說好了 記錄大家的GPA成績系統 你需要先讀入第一個學生的資料之後 拿去做一些處理 然後譬如說幫他算好GPA 再寫回來原來的檔案 那這樣你在回來寫這個檔案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到 你不能夠就是用這些RW這些東西這樣 有些比較特別的命令這樣子 就是讓你可以處理完檔案 然後你把它關掉之後 接下來再打開的時候 你可以繼續往下寫這樣 所以等一下要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這個參數的一個部分 這是大家之前學過的參數 只要你要開檔 就要宣告一個指標指到一個檔案 然後這個指標呢 用Fopen來說明他要開什麼檔 然後用什麼模式開 所以待會我其實要補充的是 這些模式的補充這樣子 大家之前學過的就是 如果你要讀他 Input檔的話 那這邊就是R 如果你要寫開一個新檔 那就是這邊就是W這樣子 好 所以剛剛提到的 那如果現在呢 剛我所說的那個應用這樣 你開了這一個檔 Result之後 你也寫之後也用 譬如說FWrite FprintF 把資料寫進去之後 你就把這個檔案關掉了 然後去做一些處理 最後 再把處理完的資料 再寫回去 你想要寫回去這個檔 可是你又不希望原本的資料 因為你 你接下來你就不可以再用一次Fopen 然後一樣 這一行W這樣 因為這樣子 你這個檔案的內容會完全消失 本來你寫完的東西會完全消失 如果你真的要做 你需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接下來的一個部分 就會是你需要知道的一個資訊 這樣子 這個是Fopen後面可以有的模式的代碼 這樣 我指的就是這一些 就是雙引號這個部分 有的模式代碼 R跟W大家已經看過了 這個大家就 就參考一下 如果是剛剛我所說的那個應用 就是你想要在這個檔案後面 繼續再往下寫的話 那你需要做的事情是這樣子 再回來看這個例子一下 本來你第一次開檔的時候 是這麼開的 用result.txt然後配W 它就打開來了 然後你處理完之後 一般我們的習慣是 會再用一個F close 把這個檔案指標先關掉 我再去處理別的東西 可是你一旦關掉之後 你要再寫東西進去 現在你就不可以用這個W 你第二次要去再去開這個檔的時候 你不可以用W去開那個檔 如果你希望你原來的資料保存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在後面加 變成用A這樣子 也就是第一行是這樣 可是你做做做做 譬如說這一行你要再打開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寫個output file F open這個 然後這邊雙引號A這樣子 這樣你就可以繼續往下寫 而不會蓋到它的內容這樣子 是這一個這樣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回去可以試試看 看有沒有什麼問題這樣 那下面這些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在原本有的東西上面 再加一個加 加一個加的意思就是說 讓它不只可以讀也可以寫 前面這兩個都是要嘛 你只能對它多讀 要嘛你只能對它做寫這樣 你不可以又讀又寫這樣 如果你的希望就是 你想要又可以讀起來之後 還可以寫東西進去 那你就用這一個這樣子 新 你如果用W加它一定會開一個新的檔 剛剛提到 如果檔案已經存在的話 你用W的方式開 它的內容會被蓋掉 換成新的 如果你是要附加在後面的 那又要讀又要可以寫 那就是A加這樣子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看你現在 會不會用到這個部分這樣子 我覺得我以前在學的時候 這個還蠻實用的 就是因為真的會蠻長 你處理完一個東西之後 想要再寫回去原本的檔案裡面 但是你不想蓋掉之前的內容這樣子 所以這邊讓大家也看一下這樣子 好 好 那個就是比較 稍微新一點的東西 這個只是要比較給大家看而已 這樣 所以這個大家之前也看過 就是 你如果要讀東西 還是要寫東西的話 螢幕上就是ScanF跟PrintF這樣 然後加上 剛剛說的Placeholder 你要用什麼數字基底 你要靠左還是靠右對齊 等等的 然後你可以這是自串的部分 下面是字圓的部分 你可以讀字圓存在一個字圓裡面 或者是把某一個字圓給印出來 這些都是印在螢幕上而已這樣 如果你要印在檔案上 前面基本上都是一樣 就前面加個F而已 然後多個檔案的指標 就這樣子而已 這個也是一樣 從這個檔案指標 抓一個一個字圓進來這樣子 這個就比較沒有什麼 讓大家看一下 下面是要讓大家看一個範例 就是說 把剛剛前一頁所講的 我從螢幕上讀到的東西 跟檔案裡面的東西混在一起用 基本上來說 你如果要混在一起用 請大家要特別注意 就是 你自己不要搞混 因為他們兩個很像 就是 基本上這個文字都很像 只是多一個F 但你多了這個F 就要多這個檔案指標 下面這個例子 是要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就是說 它是一個備份系統這樣子 就說 它這邊會綜合用到 剛剛所看到的兩種PrintF ScanF PrintF 跟這個檔案處理的這個部分 這樣 所以 它等一下會 從螢幕裡面 請大家輸入譬如說 檔案的名稱等等 然後把某個檔案內容全部複製完 然後再存到另外一個檔案去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範例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叫檔案備份系統 這個還蠻常用的 你們自己的電腦有這種檔案備份系統嗎 這那個什麼還原精靈 有聽過嗎 不然如果你們的電腦弄一弄 結果你有一天發現它很慢 你們會怎麼辦 通常你們會怎麼辦 換一台新的 就是你用電腦用了 譬如說一年之後 你應該會覺得它變慢了 應該可能會變慢 那接下來通常可能 你如果有還原精靈 你就會說 那我就還原到我這一開始電腦最初的狀態 然後大概等個十五分鐘就好了 你的電腦就恢復成那時候的狀態 很快 不是用那個作業系統原本內建的 是它有另外一個軟體叫什麼還原精靈 你可以Google看看 這樣子你就可以十五分鐘內 你就去看個電視喝個什麼東西 回來你的電腦就用全新的 前提是你的CPU記憶體那些沒有壞掉這樣子 所以這個類似這個功能這樣 就可以把你目前有的東西全部備份起來 看你之後要把它存到 就是光碟片裡面 還是 現在好像也沒人用光碟 你們現在還有人在用光碟嗎 我記得以前在用光碟的時候 都有一個說法 我覺得很 乍聽之下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仔細想又怪怪的 那譬如說 你跟我要一個 程式還是要一個作業檔案 然後我就跟你說 沒關係 OK 我燒給你這樣子 你們會這樣子講嗎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聽到同學說 我燒給你 你不用燒給我 你拿給我 燒給我 我覺得承受不起這樣子 而且我沒有那麼久以後才要用這樣子 燒錄嘛 燒錄光碟這樣子 我現在好像很少人用光碟 就是用隨身印碟比較多這樣子 這邊文字有點小 所以其實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你的課本 我這邊只要講它的觀念而已這樣子 詳細的內容 大家可以看印出來的東西 應該會比較清楚這樣子 我這邊要講的就是 它就是那個整個備份的一個程式這樣 我這邊其實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大家這種 Fall looper 用來結合檔案處理的寫法 大家也可以學學看這樣子 譬如說這一塊 是它要去讀一個檔案 就是等一下會有一個放大圖 你先大概想像一下 它就是會有一個Fopen 某一個檔案加一個R 它只要單純開那個檔案 它也沒有要寫 它只要讀而已這樣子 那就用一個Fall looper 一開始就是先掃描 叫這個使用者呢就是 一開始它printf 叫它輸入 你要叫我讀什麼檔案 那Fall looper的第一行 它就去scanf 看它輸入了什麼檔案 第二行那個中指的條件 它就是設說 如果你這個輸入檔案 回傳是nur 應該說 是nur它就會中指這樣 應該說中小語 對 如果是nur它就會繼續做 也就是說 如果你輸入了一個檔案名稱 但是那個檔案名稱 確不存在的話 這個Fall looper 就會一直做一直做 不會讓它停止這樣 也就是避免使用者 輸入一個錯的一個檔案名稱進來 一直做完之後 它就會去把這個檔案 終於就把它讀進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放大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長這個樣子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去 可能學一下這個做法 可以讓你的程式更 更叫做防呆 i或更叫那個有個英文字叫 robust 這樣更穩健 這樣子 所以你說 比如說像這樣 請它輸入這個名字 然後就一個Fall looper 在這邊放在 Fall looper不見得要 i等於1 什麼i小於多少這樣 只要這個 持續的條件是成立的 比如說你輸入一個名字之後 它就是一直是nur 它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只要它一直做 你就要show這個給它 說不可以打開不可以打開 讓它覺得很煩 煩到最後它就會 這個速度正確的檔案了這樣 只要這步沒有辦法做的話 你就不讓它繼續往下做 這個Fall looper會一直做 一直做到這個條件 不成立為止 也就是它fopen這個檔名 真的打開的時候 它回傳的資料 就不會是nur這樣子 類似的這個寫法 就是下面這裡也有一個 開檔 不過如果大家回去看課本的時候 你可以註記一下 這個開檔 基本上這個Fall looper 應該是不會執行超過一次的 它應該一次就ok了 因為它這個寫法也仿造 它那個只是這邊改成w而已 可是開檔是這樣子 就是那個檔名 你只要有寫 它就一定開得起來這樣 它一定會幫你產生那個檔案 所以這邊倒是這個一定開得起來 所以倒是讀檔 這邊比較會有問題 你叫使用者去讀那個檔 但它輸入了一個錯誤的檔名 你就不讓它繼續往下執行 免得執行出來 程式跑錯 它還怪你 是你的程式是錯的這樣 根本你讀檔 就沒有讀到正確的檔案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 特別把這個框出來 是說大家可能可以把這個寫法 學起來 然後放在你的程式 或者是未來的程式裡面這樣子 好 最後是要跟大家補充這個 你有開檔一定要記得就是 把那個用完的時候檔案關掉這樣 要不然你可能會 像我以前在寫的時候 我會忘記寫這個東西 結果接下來我要再 譬如說就剛剛說的那個例子 檔案讀完之後 我要再寫新的東西進去 我之前沒有把它關掉 然後我又開了一個新的 那個內容會變掉 就是會有些奇怪的錯誤這樣 所以你只要確定那個檔案沒有要用了 你就把那個檔案指標把它關掉這樣 這邊是要跟大家說這個 F-Close 這個的功用 只要你確定在那個程式裡面 那個檔案沒有要用 即使是暫時沒有要用 你都先把它關掉 之後要再打開 你可以用讀 或者是你要複寫 就是剛剛說的那個A這樣子 就是在F-Open後面 加這個A這樣 如果你要複寫的話 這邊就改成A這樣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就是11.1的部分 文字檔案的部分 就只有要補充這些 接下來就很快了這樣 接下來11.2雖然 好像還有十幾頁 但其實蠻快的這樣 現在也才9.50而已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我們應該 算了 我還是不要預估好了 我個人的經驗是 只要我預估什麼時候會下課 蠻長都不會是那個時候下課 所以等一下就是上網 我們就是下課 我跟大家討論一下專題的東西 這樣差不多這樣子 好 到這個部分 主要是補充說明一些 文字檔案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來說 你最後專題 只要有用到這個文字檔案就OK了 下面這個算是一個 進階的補充內容這樣子 也就是說你可能以後會用到 如果你專題有用到的話 那更好這樣子 你如果覺得這樣可以試試看 你也可以在專題到時候下禮拜報告的時候 或是在書面報告裡面 你可以強調出來給我們看這樣子 好 這個就叫做二進位的檔案 二進位的檔案就是說 它裡面存的東西呢 就你看 你如果把它打開出來看 你不會看到字圓 你不會看到字串 你也會看不懂 因為它存的就是一個 二進位的一個數字這樣 完全沒有換成字圓字串 它目的本來就不是要讓人類看的 它是要給電腦看的 只要人類要介入電腦再處理 它就會變慢 因為它要先幫你轉成那種語言這樣 轉成你懂的語言 把這二進位的數字轉成字圓字串 你才看得懂 或者是數字這樣子 所以這個叫Binary的File這樣子 那等一下要跟大家提到 如果你要做這個的處理的話 那它的這個 那個開檔讀取寫入那些 會有稍微有一點不同這樣子 那裡面還會需要知道一個東西就是 我如果要去讀取或是寫入一串 二進位的數字 我必須要先知道這一串東西的大小有多大 然後我去CPU去記憶體抓的時候 才不會抓錯 所以它會有個特殊的命令叫sizeoff這樣子 也就是說我等一下你會看到 我如果要把一個去針對這個Binary的File 做讀取的時候 我需要跟這個電腦講說 你要去這個檔案抓二進位的內容 而且你只能夠抓多少個byte 就是這個sizeoff這樣子 你要跟它明確的講要抓多少 因為它是去記憶體 就抓那個量出來給你這樣 那這個就是以byte做單位 這個應該是數位系統那邊 就一開始有交到的 電腦基本上都是以byte做單位這樣子 我說基本你看到什麼記憶體的那個 基本單位多少megabyte 然後硬碟多少megabyte 都是byte的自圓組這樣 一個byte就是八個bit這樣 所以這邊是要讓大家看一下 有個sizeoff這個東西 是它裡面的重要的一個參數 你要跟它講的就是它裡面大小有多大 它才知道要複製多少這樣 好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一個範例這樣子 大家可以先聽聽看觀念 你再研究看看 看你的專題有沒有需要把這個東西放進去 或者是你可以在你的專題裡面 做什麼樣子的修改 你就可以練習到這個東西這樣 基本上來說呢就是前面都是一樣的 就開檔應該說檔案指標 隨便取一個名字 然後一個信號代表它是一個指標這樣子 第一個要注意到的事情是Fopen的時候 Fopen這個前面都跟之前學的是一樣 就插在最後面這裡 你要開一個檔案文字檔你只要寫w就好 沒有別的東西 除非你要加寫那個加這樣w加 但如果你是要開一個 存二進位的一個數字 應該說資料的一個檔案的話 後面就加個b 等一下有個表格你會看到 就是把剛剛文字檔的所有參數都加個b 那個就是為了二進位的檔案用的 所以有wb rb跟ab wb加 rb加 ab加這樣子 所以就是加個b之後 這個c程式它就會自己知道 這個叫binary的file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第二個要強調就是這個 那一個for回圈進來之後 它現在要把一個就是內容寫到這個檔案裡面 去 所以它開始它開了一個新檔 然後是binary的file 那你要寫檔binary的file 它不是用f printf 不是用f printf 那個文字檔是f printf binary檔案是f write f write這樣子 這個是它比較特別的地方f write 接下來有四個參數 這個在課本裡面它就幫你列出來 有四個重要的參數 第一個是你要叫它去什麼地方抓值 記憶體的位置 比如說它現在要用一個for圍圈 i等於2到500 每次加2 然後去把這些每個文字寫到 用二進位的方式直接寫到這個點併檔裡面 你們有看過副檔名叫點併的嗎 在哪裡看到的 是什麼遊戲嗎 系統裡面 好像你如果做 是什麼 光碟的印象檔 是不是也是點併檔 如果你以後做apga好像也有 就是點併檔 但你如果把點併檔直接打開 你就會發現一個很神奇的數值 神奇的現象 要嘛你會開很久 因為它裡面檔案超多這樣 那內容超多 要嘛就開起來 你完全看不懂它在寫什麼 這樣子 所以這是自然的 因為它本來就不是寫給你看的 它是要給電腦看的 所以第一個你要說 這個fWrite 我要去哪裡抓值 那個位置要給它 有點像指標那個概念 所以譬如你會看到 它就用i的end 代表它的位置 第二個剛剛有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你每一個位置 是它的基本單位是什麼 size of integer 因為這個i是一個integer 你要跟它說 它去記憶體抓值的時候 它基本單位一次要抓多少個 所以它一次integer 有印象是多少嗎 在計算機概論會教這個嗎 一個integer在電腦裡面是幾個byte 64 看你的電腦CPU是哪一種 64還是32這樣子 所以看一下這樣子 這是計算機概論教的嗎 如果你們現在回想計算機概論教了什麼 你們可以說得出來嗎 好吧 反正就是時間就過了嘛 就進到一下了 或是各個年級的下學期這樣子 反正就是盡量 學一些你覺得很有印象的 然後你未來 可能會還有幫助的部分 不過有時候現實情況是這樣 就是說你可能現在學一些東西 你都覺得不是很重要 但是當你到工作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怎麼現在這個很重要 但是以前好像不知道是老師沒有教 還是我沒有學好 所以有句話 有句江湖上的話 叫做出來走總是要緩的這樣 就是你雖然現在大學 有些東西你刻意的跳過 不要去就是過了就好 或者是不想學 但是你會發現 終究有一天 你還是會需要用到那個東西 譬如說現在做研究所的研究 我個人對於電子學這個東西 不是那麼的 不是那麼的有感覺這樣子 雖然我會考試 但是我就是沒有辦法像電子學老師這樣 我覺得我很佩服他們的一點就是 他可以秀一堆那個電晶體的圖出來 然後就跟你說 這塊是什麼 然後這塊是什麼 放大器 這裡小訊號模型就會變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這樣組合起來 他就自然這個電流就多大了 然後那個什麼等效電阻多少 我個人是完全做不到這一點這樣 你如果叫我講數位電路我就會講這樣 就譬如說數位邏輯電路 CPU這一塊是要做什麼 這樣我就會講 類比電路我就不會 那時候我就是 反正就過就好了這樣 分數沒有說非常高這樣子 但後來最近就發現 還是需要去了解那個東西 到底是怎麼做的這樣 所以 那剛剛說的那句江湖話 是一個學弟跟我講的 因為他去美國念書發現 在台灣學的 有一些他放掉的 在美國全部都要用這樣 所以他這個很語重心長 跟我說 出來走總是要還的這樣子 所以你們可以盡量 課程的時候有一些東西 盡量就把它學起來這樣 就算沒學起來 你也把它的資料留起來 可能以後可以看這樣 好 所以剛剛講到的就是這個 就是說size of 就是你要跟這個f-write講說 你現在一次的基本單位是多少這樣 比如說這個i全部都是integer 因為他宣告就是integer 所以他一次待會一次抓就會抓譬如說 32bit就4個byte 或者是64bit就8個byte 現在要跟他講 那一次要抓多少個 這是一個多大 下面這個參數是要抓多少個 因為你現在一次只有要寫一個數字的內容 所以這邊是填1這樣子 你如果待會應該是會講到 你如果看課本 你用f-write 只要你是二進位的處理 如果是一個陣列的話 他可以很厲害的做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有一個陣列 他有100個元素 一個陣列有100個元素 你之前用f-printf 你必須要用for回圈for100次 才可以一個一個寫進去 如果是剛剛那個例子 用f-write 你完全不用for回圈 你只要寫f-write 然後這邊填陣列的名字 他就會自己去陣列抓 然後你在這裡填100 他一下就幫你全部做完了 所以這樣子 他就會讓你的檔案處理變超快 這樣子 你可能會發現你的程式 你在運作的時候 他跑最慢的原因是因為 你可能要叫他做一堆開檔讀檔的動作 這個是一般程式會變慢的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這樣 所以像這個for回圈 他一次只有要寫一個數字 所以他這邊就填1 最後這個就是檔案的指標 就是這個binary這個p這樣子 所以再講一次 大家可以看講義 或回去的時候 再多看一下課本 第一個是他要去哪裡 你要叫他去記憶體的什麼地方抓值 他每抓一個值 他基本單位是多少 他決定抓多少量 那一次要抓幾個這樣子量的東西出來 就第三個 最後是叫他去 要寫到哪一個檔案裡面去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把它關起來這樣子 好 大概是內容上是這樣子 讓大家看一下 所以下面這些東西 等一下再稍微補充給大家看這樣子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等一下再繼續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謝謝 謝謝